阿扁的郑重声明 2024年4月23日针对部分媒体相继报道 所谓阿扁仍未放弃家族的政治命运 即使儿子陈志忠无法参选 也可能会希望媳妇黄瑞静接棒云云 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恶意炒作 不识传闻 阿扁原本不理会这种刻意瞎掰胡扯乱传的假新闻 但看到一家又一家的恶指媒体 不明就里的赵超报道 甚至还在政论节目煞有歧视的说三道四 不只觉得好笑 也对部分媒体的堕落不常竟感到悲哀